全自行高空平台使用 使用之前 请打开设备的电池 机听开关 及电池钥匙 打开机听开关的方法是 顺时针旋转 打开钥匙的方法是 逆时针旋转45度 这时设备处于开启状态 设备的上方有意机听开关 机听开关 高空作业时 机听开关高空作业时 打开即可进行工作 设备使用之前 请检查设备电池 电量是否充足 设备电池电量如不充足 请充电 这是三头充电开关 充电电压是220V 50Hz 到达工作台面之后 首先打开工作台控制器的 应急开关 打开应急开关的方法是 顺时针旋转 设备处于开启状态 设备开启状态之后 选择需要的 需要 选择设备需要进行操作的一个按钮 此按钮为设备升降按钮 点按此按钮之后 设备是处于升降状态 通过控制饼 控制设备 上升下降 此为设备的 此为设备的一个行走按钮 点按此按钮之后 设备切换为行走状态 这是通过控制饼 可以控制设备前进后退 此为设备的速度控制按钮 点按此按钮之后 可进行快慢速切换 此时是慢速 按一下为快速 此为设备的警示按钮 点按此按钮之后 设备可进行鸣笛 此为设备可进行鸣笛 明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